打开 Microsoft Power BI 然后接下来呢 在这个地方 我是不是要先取得资料 取得资料 这边是以下的资料 然后我是不是可以取得 第一次跌机底下 这六个资料 我们先不管 就是我们先取得第一个资料 然后打勾再入 这样这边是不是就有一个资料表格了 叫做什么 2008年1月 这应该没有问题 那接下来呢 我可能很简单的 我就去画一张图 画什么呢 例如说好了 这项产品 这项产品 它的一个数量 的一个图 我就简单的 我随便画出一张图就对了 这样大概知道我在讲什么 可是这里面的资料 是不是只有1月份的 对不对 好 那我现在是不是要再去做2月份的资料 汇入进来 是不是这张图我会希望它自动直接改变 还是说我2月份也再重新画一次 好 接下来我是不是要再取得资料 因为我有1月了 现在是不是要2月 好 所以取得资料 请问一下坐到这边没有问题吧 坐到这边应该没问题哦 好 我继续哦 取得资料 一样是Excel的资料 是不是2月 好 所以现在到了2008年2月了 我就再把这个资料再入进来 可是这些数值没有改变嘛 对不对 因为它没合并啊 重点是不是要教你 怎么把2个月的资料合并在一起 您看现在1月份的资料 它最下面就是到1月31嘛 去看2月份的资料 它就是2月1号到2月29 它的第一笔资料一定是2月1号 那你会不会希望把这2个月的资料合并在一起 一定希望 而且3月份资料再汇入进来 3月份要汇入进去 好 所以在这个地方它提供了一个功能 什么功能呢 这边有一个编辑查询 编辑查询 然后接下来 接下来首页的最右边有一个叫附加 附加 好 所以我们点选这个附加查询 首先我们是不是在1月 附加查询 然后呢 有时候我们甚至可以 就是多个 多个资料表的一起去做 我们先做就是一个 然后要附加的资料表去选出来 因为现在是1月嘛 对不对 所以我要选2月 然后确定 好我们现在去看 1月哦 1月 1月这边的最下面 有看到 30 31 2月1号 就很单纯 是不是就可以直接合并在一起 这个是叫做编辑器 我们是不是可以关掉 然后 是 关掉之后还要再做什么事情 关掉之后 我们回去报表 有看到吗 自动就帮你干清掉了 这样是不是很好 好在什么地方 你不要每个月重新做报表 你只有改什么 只有改编辑器的查询内容而已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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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